成化23年8月,明宪宗朱建山驾崩,终年41岁,回望宪宗在位的20余年,遇到的麻烦事不少,解决的问题也不少。 综合来看,明宪宗的治理成绩其实不逊于他的爷爷明宣宗朱瞻基,借用明史的评价,人宣之治于私复健。 宪宗取得的治理成就,堪与人宣之治相媲美。不过,与宣德后期一样,宪宗在成化后期的一些不当举措,也给后世留下了隐患。 什么隐患呢? 诸如专宠万贵妃,以至于万贵妃在后宫作威作福,宠信宦官汪职良芳,以至西场横自盗窃威禀,忍恶弄兵,沉迷炼修道,纵容术士李兹醒,干预朝政等小问题就不提了。 这里只说最大的问题,歇班代工,众所周知,明宪宗有口吃的毛病,平时说话不利索。 为了避免在大臣面前露桌,宪宗晚年很少召开朝会,皇帝不上班,国家机器如何运转呢? 宪宗的应对办法是垂拱而至,也就是主动放权,将大部分的政务军务都丢给内阁和六部官员处理,监督百官工作的任务交由场位负责。 而宪宗自己则做甩手掌柜,只负责重大国务的定夺。 理论上讲,皇帝愿意放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以激发百官的工作积极性,这对国家发展是有利的好事。 但事与愿违,由于用人不当,成化后期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朝廷几乎陷于停摆。 当时内阁的三位大学士,万安、刘许、刘吉,不仅无能,而且还懒,人称纸胡三格佬。 身为六部尚书的隐民、殷迁等人,也没好到哪儿去,整天喝茶混日子,啥事也不干,被老百姓讽刺为泥塑六尚书。 至于场位的两个都公,汪直和梁芳,对百官是奸而不都,一个专注于坑人和打仗,一个专注于捞钱,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 朝廷最有权势的大佬都是这般货色,下级官员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根据万利野货编的记载,成化中后期的朝廷运转,极为可笑,皇帝将事情交代下来,从讨论到执行,各级官吏互相推诿,反复踢皮球,到最后啥事都干不成。 等到皇帝追问工作进度时,万安、刘许、刘吉三人不知如何对答,只知道跪地叩头喊万岁,活脱脱的三个大混子。 而比起工作摸鱼,更让人无语的是,万安、刘许为了争夺首府,斗的是昏天暗地。 最终,刘许与其差一招,被挤出了内阁,万安成为首府,并招进了同为大混子的隐植入阁。 朝廷中书长期不务正业,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按照当时担任吏部侍郎的杨首隋的说法,看似一片繁荣的大明朝, 实则人浮于世,行政效率极其低下,而行政效率低下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现象加剧, 人口流失严重,国库空虚,穷得叮当响。 这样的朝廷遇到风调雨顺的年长,或许还能维持, 一旦天有不测风云,碰上天灾人祸,必会造成巨大的统治危机。 既然大明朝都沦落到了统治危机的地步,那就必须要改革了。 老皇帝不改,新军登基,但凡有点稚气,也会做出一些改变。 宪宗去世的同年九月,太子朱又称即位,改元洪志,视为明孝宗。 孝宗即位后,为了显示新朝新气象,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太监梁芳, 万贵妃的弟弟万喜,以及擅长方术的李兹省,将这些人流放的流放, 抄家的抄家,处死的处死。 得知万喜被抄家了,很多大臣接连尚书,要求对万家满门抄斩。 但孝宗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退回了要求严惩的奏折, 用一句话给万贵妃的问题下了定论,这个事就到此为止。 关于万贵妃,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有详细的阐述, 他不是善类,但也并非大奸大恶之辈。 孝宗登基后,对万贵妃家族的处理,其实恰到好处, 既平息了百官对万贵妃当年恃宠而交的不满情绪, 同时也维护了自己父亲明宪宗朱建森的明君形象。 处理完内庭的一群祸害后,为了扭转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孝宗不仅每天的早朝必到,而且还重开了武朝, 使得内阁有更多的机会协助自己办理政务。 另外,孝宗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在宫中开设惊言试讲, 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 由于幼年生活坎坷,孝宗的身体一直都很弱, 在身子骨不好的情况下,孝宗却能勤于正事, 可以说为了忠兴大明,他是豁出去了。 对于孝宗的表现,后来入内阁工作的李东阳曾高兴地说, 自天顺以来,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两句话, 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祥明,真是前所未有啊。 然而,就在孝宗肖干幽勤的时候,身为内阁首辅的万安却依旧是我行我素的混日子。 无论孝宗如何敲打,他全当耳旁风,万安如此作死,他被罢免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十月的一天,孝宗在清理献宗遗物时,发现了一本小黄书, 并在书的封底,发现了禁献者的名字,陈安静,看见万安竟然给先帝禁献这种污秽之物。 孝宗大怒,立即找来司礼间掌印太监怀恩,让怀恩训斥万安。 怀恩见到万安后,首先把小黄书交给了他,然后带孝宗质问道, 这是你一个内阁首辅,应该做的事情吗? 在孝宗看来,读书人都要面子,万安被这么修理一顿, 必然会自己主动提出辞职,可是万安在被怀恩训斥后, 当即便施展出了贪家绝技,磕头功,跪在地上不断地说, 臣有罪,臣悔过,至于辞职滚蛋的事,他是绝口不提。 面对脸皮厚似城墙的万安,怀恩无语,只好回去禀报。 孝宗心想,既然你不想体面,那我也只能帮你体面了。 几天后,孝宗在举行朝会时,让怀恩拿出群臣弹劾万安的奏折, 当着满朝文武的庙,一封一封地读给万安听。 这一次,万安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击溃,当天就罢官回家。 其后不久,和万安一同在内阁混日子的影职,也主动辞职。 看见万安被扫地出门,内阁三大混子之一的刘吉立即见风使动, 换了一副面孔,开始主动批评起了朝政,甚至对孝宗也是直言禁见。 当时,孝宗新军登基,原本打算广纳嫔妃,为皇家绵延子嗣。 但左庶子谢迁认为,先帝刚刚驾崩,连坟帝都没准备好,皇上身为孝子,应该安心守孝, 怎么可以现在就想着选妃的事情呢? 谢迁发表反对意见后,刘吉狂按点赞键,也在一旁附和道, 我也觉得应该再等三年,待先帝大桑彻底结束了,再选妃也不迟。 大臣说的确实有理,孝宗也无法拒绝,于是广纳嫔妃一事,也只好搁置。 事后,孝宗感觉刘吉这个老游子,除了会混,还擅长玩权谋坑人, 刘吉应该会有用,便将其留用,并且还提升为了首府。 之后五年,刘吉为了保住首府之位,全力配合孝宗,速摊整顿, 他这一配合可不得了。 作为资深老混混,朝内小混混玩的那点把戏,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 在刘吉的火眼金睛下,小混混们纷纷现行,有一个抓一个。 当然,只靠刘吉以毒攻毒,就想彻底整顿官场的不正之风,这还远远不够。 所以,孝宗在当时还大力提拔了一批能臣,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吏部尚书王树和兵部尚书马文生。 这两个人都已敢于正义直言闻名,而也正因为太直肠子,经常不给县宗面子。 所以,他们在成化后期,均被勒令退休,在家赋闲了好多年。 风风光光回朝后,王树被任命为吏部尚书,负责整顿文官。 在王树的大力整顿下,不但是有经济问题的官员被清退,就连一些健康有问题而不能胜任工作的官员也被罢免。 按照明实录记载,仅洪志元年就有一百多名文官被勒令辞官回家。 王树整顿文官队伍的同时,马文生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对五官队伍进行考核。 经过一番考核,洪志元年有三十多名不合格的五官遭到罢免。 通过王树和马文生的一番强力整顿,中央内阁六部到地方,一大批雍官揽官得以清除,又有一大批财俊良臣得以提拔。 除了整顿官吏外,校宗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和缩减开支,还制定了两项硬性规定。 提升工作效率方面,校宗规定,凡是交给大臣讨论的奏章,普通内容的副奏处理不能超过两天,事关多个部门的不能超过十天,如果是涉及战争等重大事物的不能超过十五天。 也就是说,不管多大的事,最多十五天,必须要有处理结果。 缩减开支方面,校宗规定,县宗时代的各类奢密活动,如各类正在修建的寺庙道观,没有完工的一律教廷,各种民间采办也教廷,宫廷的日常开支也是能省则省。 从事后来看,校宗即位后的一系列改革非常及时,而偏偏就在校宗登基后,各种天灾不断降临,如洪志元年的山东旱灾,江苏水灾,洪志二年的河南水灾,华北旱灾,洪志三年的浙江水灾,洪志四年的陕西旱灾,江西水灾。 相比于这些自然灾害,当时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还是黄河洪灾。 南宋初年,金军南下,东京留守杜冲,畏惧金兵,竟下令掘开黄河大地,妄图以黄河之水阻挡金军的南下步伐,然而洪水并未能阻止金兵,反而夺怀入海,将原本富饶的中原变成了人间地狱。 需要注意的是,黄河在南宋初年改道后,并非全部经淮河入海,而是分成了两路,一是注入淮河的干流,二是北方的众多支流河道。 由于下游都是平原,河道极不稳定,因而这也就导致每当黄河水量聚增时,要么就在安徽夺怀,要么在华北平原乱窜,最后注入渤海。 红治二年,黄河在沉寂了几十年后,又在开封的黄花岗掘口,一时之间河南大部,山东南部沦为一片泽国。 得知消息后,孝宗赶紧召集大臣商议解决办法。 面对如此严峻的洪灾,大臣们的主流意见是放任不管,主张将开封城牵走算了,选址重建。 当时的孝宗心里颇为矛盾,他在感情上是想治理黄河的,但治河这种事是严肃且科学的工程,并非皇帝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 幸运的是,当时有能人就在孝宗泛南之际兵部尚书白昂毛遂自荐,表示自己有能力治理黄河水患。 孝宗见状,大为高兴,当即拍板。 白昂,你说你有办法,那就让你去,我给你调集二十五万民赋。 关于白昂治理黄河的过程。 简单点说,白昂采取了北渡南疏,多点开挖,分流入怀的模式,命人在黄河北岸的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 同时,命人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经由人工开掘的多条运河,将汴河与淮河相连,最后使黄河水经由淮河入海。 白昂的此次治河历时一年,效果还可以。 自从治理后,虽然黄河下游的入海河道,也时有因泥沙堆积而淤塞的情况,但流经中原的黄河河道,自此之后一百多年的时间并未再出现过大规模的洪灾。 当然,以当时的生产力,想要一次就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 白昂在回朝复命后,也很快发现了自己在施工过程中遗留的漏洞,那就是万一黄河的水流量过大,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必然又会导致淮河沿岸遭受灭顶之灾。 为了亡羊补牢,白昂尚书朝廷建议从山东的东平至青县之间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压力。 这其实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解决方案,既可以避免淮河水患,又可以解决山东北部汉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多得,万无一失。 可让白昂没想到的是,朝臣们看到上书后,历时就炒翻了天。 几位大臣经过讨论,除了首府留级支持外,一致的建议都是不休。 众人反对的理由很充分,国库不富裕,能省则省,没必要为一个未必会出现的情况而追加工程投资。 另外,山东北部府县的官员也不干,在这些地方官看来,河南和山东南部发洪水,与自己何干? 你白昂惹是生非,把黄河水引到我这里来,这不是给我添乱吗? 由于反对声音太大,孝宗一念之差,白首没同意,而没同意的后果极其严重。 红制六年黄河涨水,已至京杭大运河的张秋段决堤,得知运河中断,所有人都傻眼了。 自隋朝以来,大运河就是连接南北运输的命脉,要是大运河断了,京城连吃饭都困难。 对于这种结果,孝宗很后悔当初的决定,但没办法,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吃。 无奈之下,孝宗只好再度发动25万民夫,并采纳吏部尚书王树的建议,任命刘大夏为幼赴都狱使,前往山东疏通大运河。 刘大夏到任后,一面着手解决运河中断问题,一面按照先前白昂的建议,增修多处河道,确保河水分流。 最后历经三年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终于消停了,中原四省得以恢复生产。 就在治河的同时,江南的苏州河也爆发水灾,灾情波及松江、长州、苏州、镇江等地,而这些地方都是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 为了解决水患,孝宗征调十万民夫,并委派公布侍郎徐冠南下,最后也是历经三年苏州河水患问题得以解决。 三次水利整顿,总共调动人力六十多万,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却既没有激发民变,也没有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 由此可见,红治时期的政治之稳定,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民变是非常多的,但在孝宗在位期间,却几乎没有民变。 之所以会如此,仰赖于孝宗经常减免税负。 朱元璋开国时,为了减轻老百姓压力,曾定下一个制度,即一个地区如果欠税,那么欠到第二年就可以酌情打折,甚至减免大部分。 孝宗即位后,积极落实了这项制度。 按照学者对明时录的统计,红治朝十八年,总计免税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八万代,而此前的成化朝和之后的正德朝免税分别只有一千八百零三万代和一千四百九十九万代。 如此大力度的减免赴税,历代史家夸赞孝宗清谣伯父也是有道理的。